一進去 先是那個香 然後很濃郁的味道 之後它的辣是稠米的蛇根串出來 喉嚨在那邊串出來 而且裡面那個酸菜啊還有那個筍子都會脆脆的 就是這一包裡面會有很多種口感你知道嗎 而且我覺得它加什麼料都蠻繁搭的 今天呢我們沒有台住 因為今天呢我們要來吃一個他不能吃的東西 然後這陣子呢就是我跟團購啊買了這個 李子柒的柳州螺絲粉 喔這次呢我還有順便買了這個是 東北大媽的大寬粉 然後還有粉耗子 就一起來吃吃看 螺絲粉的配料極多 沒錢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呢我们的螺丝粉已经煮了8分钟捞起来了 然后它的说明是说呢 在准备800cc的冷水 把这个放进去 刚刚的面条 接着放入它的配料 除了骨竹 然后还有辣油 跟花生 等它滚了之后再放吃 所以它都放进去让它滚 这笋子打开 那个味道 超重 就是人家说很臭的那个味道 但是它通常就是你知道吗 又臭又好吃 有点像吃臭豆腐你知道 我也蛮爱的 越臭越爱 不过我第一次吃离子气这个品牌 我在这边都味道那个味道了 味道极浓郁 然后呢我还有准备杏包菇 想说加一点料好了 这次我直接煮两包 鸟蛋 这是小编爱吃的我特地准备了 这么好吃 然后 油豆腐 那这锅我们就先让它在旁边煮 那我们先来吃吃看我们的大宽粉 看起来 很好吃 但 闻起来很辣 又酸又辣 我只能吃小辣 我现在有点紧张 它没有想像中那么辣 它非常非常的 軟Q 酸味蛮明显的 这口感我蛮喜欢的 而且它里面很多那种渣渣 你知道吗 很像 老干妈的 辣椒这样 你爱 你爱 它的口感是一种 不是软烂 它很软 但是很Q这样子 对 就软Q型的 那调味你喜欢吗 我拌到下面的辣油 蛮喜欢的 粉浩子 更Q 还有一团 面团 不过它的调味更不辣 然后 酸味是很明显 就是闻得到 也吃得到那种酸 它的口感很像 我用春脸皮捲年糕 然后捲得比较厚 嗯 不过它的辣度就是我觉得小辣可以接受的 这个酸味比较重一点 反而没有那么辣 它好有口感 这有没有像我春脸皮 做的年糕 外层像 但是 大口咬下去它就是 面团 很满 哈哈哈哈哈哈 啊这是我们的中头戏 现在开始有点滚了 我想要加一些肉下去 接下来要加入补足 欸这好像 饼干喔 我吃一片看看 它是类似麻辣骨油条的功能 就很像饼干 但是有一点点油耗味 你这样直接吃的话 我先夹一包包 我们今天的主角 李子柒的螺蛇粉终于煮好了 它一进去 先是那个香 然后 很浓郁的味道 之后 它的蜡是聪明的 蛇根串出来 对 喉嚨在那边串出来 但我觉得螺蛇粉 就是 煮这么久 它没有烂掉 它包有一定的Q度 而且它一定要煮那么久 而且里面那个 酸菜啊 还有那个 笋子都会脆脆的 就是 但是这一包里面会有很多种口感 你知道吗 比较丰富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臭成这样 是因为醋跟那个笋子很臭吗 我觉得它是笋子 而且我觉得它加什么料都蛮百搭的 它就是火锅的概念 它的腹竹虽然很小片 但是泡过那个汤汁之后啊 整个很有味道 也不会有那个油耗味 对 我现在越吃了啊 整个嘴巴越来越辣 但是它就是有一种魔力 很辣 但是让你一口接一口 有点听不下来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系列蛮对我们胃口的 你就是喜欢那种酸酸辣辣 对 如果我在宿舍煮这个 那会不会被四油干掉 整层头都干掉 我真的觉得加一包辣油是对的 那个汤超级重口味 然后又辣 如果加两包 我真的没办法 这好适合冬天吃喔 不像整个大爆汗欸 我吃的时候都不敢吸太用力 你知道吗 我很忙 我很怕它那个辣整个呛到 就是很小心翼翼的吸 如果这三个让我选 第一名是螺丝粉 第二名是东北大妈的砂锅大宽本 然后第三名才是本浩子 你呢 你干嘛偷学我 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 东北大妈蛮好吃的 它的酱也不会过辣 蛮适合尝试看看的 乳子 都不够用 凹凸 就够用了